台湾终结发生砍人意外 无独有偶 大陆四川的公车上 也经传有男子持刀伤人 连武警都出动 一勇而上 要把持刀伤人的男子抓下车 画面中证明 被乘客压制的男子满脸是血 原来是他搭公车时 突然抽搐昏倒 公车司机见状 把车停靠在路边将他救醒 没想到这名男子 突然起身攻击司机 一名试图劝阻的乘客 也被殴打成伤 另一名公车司机刚好开车路过 也跑上车帮忙劝阻 没想到男子以为受到威胁 掏出随身携带的美工刀 朝司机和乘客挥舞 幸好有一名外送员经过 察觉车内骚动 勇敢冲上车 夺下男子手中的美工刀 扔到车外 并且将他制服 警方接获报案后赶到现场 发现伤人的男子 有智能障碍还有癫痫 因为误会才尿成意外 幸好两名受伤的民众 以送医治疗 没有生命危险 案件还在进一步 枕研码中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